哈喽老婆不要看 今天快速讲一个台湾 鉴定卡诈骗的消息 真的 最近新闻一直没有报 就是真的 我也自己也受够了 就是整天都是 抢或者是骗 所以卡式真的在这个新闻上面 没有什么好消息 所以自己也不太想录 但是这一片 我真的觉得 要赶快跟大家讲 因为真的在台湾这边 有很多很多的受害者 然后还有一些来龙去末 那主要是希望让这个卡圈 能够再干净一点 正能量再多一点点 不是整天这样子 哀声怨气 PSA在这个一年半两年前 是有一段 这个完全不给鉴定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有给送日本 唯一一个入口可以到PSA的 只有日本的PSA鉴定 那时候有相对的 不少亚洲的卡迷们 就把这个送到日本 但是在日本的东西 会花非常久的时间去鉴定 通常六个月到八个月都有 然后是最后才会收钱 所以这个有不肖的业者 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跑了第一趟跟第二趟 都正式的去给你卡 然后到了第三后面的 后面的四五六七八团 就开始去做 把你的卡收完了以后 收你的鉴定费跟收你的鉴定卡 就全部把你的卡都拿去卖掉 而完全没有送到PSA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 因为这个送的时间是六到八个月 而且前面第一团第二团 有博取到你的信任之后 他第三团后面开始来一个大降价 几乎是用成本价 成本价现在的这个PSA日本是750块 不含关税 不含运费 如果你今天海关费扣到一个关税的话 你就是绝对不回本 然后我之前还有记过这个日本 结果日本是因为我的外面的包装是Made in China 然后他说里面你说的是Made in USA 他就直接跟你说 我全部三百多张的卡片都要你invoice 都要有发票 所以日本的海关其实相对的也是in的 在这个当下过了八个月 甚至到过了现在以后 不少的网友都发觉 他的卡其实在各大 不管是雅虎拍卖 或者是eBay都被卖掉了 他的卡就是serial number是相同的 那普卡更不用说 所以这个是很快速的一个背景 然后在这边真的只是希望寄出去的卡的人 最差最差只能找到人 因为卡卖出去几乎是很难拿得到 那现在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找到人 或他自己能够顶着自己的良心能够还大家钱 所以这个当下真的在让大家了解说诈骗的逻辑 真的就像是这种以前的金光档 以前都是一开始都给你尝到甜头 然后后面开始这个价钱真的有点诡异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鉴定费的价钱大概是在哪里 但当然日本是比较不透明 真的要送过一次两次之后才会知道说这个鉴定费 大概会是他们的成本大概拿捏在多少 但是其实你在日本的官网都可以查到 然后我相信大伦常常也在那边讲说 他花了多少钱 因为大伦也完全没有赚大家钱嘛 所以大伦在这边他每次都说鉴定Fedit来回 然后还有这个关税 关税是照着你鉴定回来 他Upcharge 然后突然如果你有一张卡是超过1000块 超过2000块美金 他Upcharge的时候 他是时报时销 到了入关到台湾的时候 他这个扣的关税 你的卡价越高 扣的关税就越高 所以有些不太合理的地方 其实大家就要小心 从之前他们鉴定的这个卡片是1200 1300台币 然后突然降价到750 我告诉你 那个只要有一个会差 真的就真的死都死不完 我也本身也帮大家鉴定嘛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之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是帮认识的人鉴定 这个是真的会省下我比较多的麻烦 因为我不用去过滤这些不认识的人 我不需要去整天去看这个卡 还要去问东问西的 其实以帮忙鉴定人的角度 说真的赚100块赚200块 那真的叫做做功德 我以前在直播常常都跟大家讲 王董这边 帮忙做鉴定的人 真的他们背负的 其实我可能更赚的是100块200块 但是这张卡是100块200块美金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 我觉得在帮忙做鉴定的人 其实多少也是爱卡的 所以看到卡鉴定好 鉴定10分 然后鉴定9分8分 自己都会觉得惋惜 我鉴定10分 是陪着你一起开心的 我相信大家在看我直播 或者在看王董 在群组里面讲话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卡的 但是就是有这些不肖的业者 因为我昨天还认为 可能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确定 但是看到了eBay 看到了yahoo的这种serial number 真的是应该是底定说 这些卡要拿回来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才决定录这一片 也是跟几个大佬讨论了以后 觉得说 希望能够端正风气 然后希望很多的人不要再被骗 那被骗了当下的花招 真的就是那几招 我也从以前的这些 不管是在eBay 或者在yahoo 或者是怎么样去骗你卡 然后这一次算是最大宗的 骗你鉴定费又骗你卡 那这个逻辑真的是受害者 好像听说真的有两三千张 而且至少这个灾难真的是越来越大 所以希望在这边告诉大家说 受害人真的也加油 真的希望能够赶快找到人 听说好像已经跑到日本了 或者是日本的这一位 启示者 麻烦你 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 能够让大家的卡或者是钱 也许你钱还不回来 但是至少 至少有个交代 启示者这边你也要自己要注意说 这些东西都是有形式的责任 如果你对这么多人都在一次去做背心跟炸弃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会 我觉得明的暗的都有可能会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希望你赶快能够帮助这些 您曾经创立的这个团体 然后做了这些事情 给他们一个焦段 不管是钱还是卡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觉得在卡圈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卡真正的好 真正的喜欢卡的一个快乐跟收藏 不要再被这种不肖的业者就是因为便宜 然后送过去 然后结果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 相对的以后 在抑制这个东西的发生的时候 尤其是新的团体 我也不是要讲说 有新的团体来当然都是好事 但是大家多少都要去查一下背景 所以不管是在法院的判决书去查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 在这种想要骗人的人 我相信基本上的改名字 或者是这个公司名称 或者公司名称的改年 甚至到三月后来他也歇业了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要去小心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正正当当的 其实多少都会有蹊跷 那希望在这重庆之后 大家不要再被这种不肖的业者给骗到了 真的这个是我录这个影片的初衷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把钱或者是卡 或者是一个人给找到 然后这个人麻烦你就也摸着你的良心 这些都是大家的收藏 都是大家的血汗钱 不要再让这个卡片 请不要再听说在你已经做了这个东西将近快20年了 所以大家都要去注意这个人 嗯对就是这样 嗯老婆不要看 希望我们再没有诈骗的新闻 在我的频道播出 谢谢大家